大家早 开会 我首先确认上次会议记录 上次会议记录已经放在各位一眼周上 请参阅 对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 那会议记录确认 向大会报告 今天的议程继续进行公务部门业务咨询 先请登记第一位的李乔如李一言咨询 时间15分钟 好 谢谢主席 今天练习议事厅的公务部门的所有的行政团队的兄弟姐妹 大家早 早 我今天是大概要把我进行上个会期的累积的 跟公务局的一些账款还没有结清的 今天要来拜托我们的赵局长 但是赵局长 我有看你的业务报告 你们感觉做很多事情 我知道了 养工处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绿的维护 那新工处也做了很多的开辟 跟包发了硬体的工程的这个建设 真的做很多 看到觉得不错 局长你的表现做得很好 但是收拾的本色拿出来 我就相信了 本色拿出来 就没看到我的东西 你做到几百年就没有我们议员 澄清我自己个人的 有可能赵局长对别的议员特别好爱 有给他们更多的协助 我一看一看 我的东西都没有 所以我在这个部门 我又再次的把上次会期所提出来的 再提醒我们赵局长 可能赵局长 公务太多了 业务太多了 大行的建设太多了 你知道吗 我这四行的 有时候什么会漏高 所以我又再次再提醒 但是拜托赵局长 我们古山沿城期间 这里有的一些工作 今天不是太多 所以在这次 我这部门问之后 请局长记得好 能够在这个会期的时候 能够可以完成 最起码也明年三月之前 在下一次的大会 不要让我再重新在这里提起 不然真的没错 你看你们今天的业务报告 你们所有的这个重大区域的 38个区域的高雄处的 所有的这个 还有纳古塔的整个的签仪都做得很好啊 流行业务做得很好啊 但是有些部分 我要请赵局长能够回去 把一些今天本席所提出来的 就像骑争骑区 南山里南山项开批案还记得吧 ABCD我有分这个AB段嘛 那我们也提我们体量市政府的财政上 那么我们可以让这个公务部门在你开批的时候 第一以防火这个优先这样的观念去开批部分 那最便宜的A段就是六百几万而已 那个通法室这条案子 你认为站在地方的名义 一定要开批 但是局长 新公处你们的动作行政作业太慢 所谓太慢的是什么 中央政府你们送到内政部去 市政府的部份完成 你要送到中央 你就拜托 教授收办法 我拜托理会 或是你自己亲自出马 中央你一定要定位去去去去去 如果你要不把中央政府去去 如果以外的经验 两个月就跟你走 好 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觉得对陈局市长 在高雄市十一年的 这个表现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这个部分如果让他完成 我觉得在人舞区 那些居民的感受会不一样的 为什么 丹哥市区是专门在做黑面 做人做不够的 你看十全路 你看历届夺来 都没有完成 也是在赵局长的任内 陈局市长的下令之下 你们就打通了 那个叫正义 那通法师 这个也叫做正义 而且 也第一个一条路 所以我觉得希望 丹哥市长在今年的这些年底 我希望可以看到 在早期很困难的 一些无法挽补 无法挑战的 在市长的任内处理完 这个就是开闭项道这两样 特别再次在这个 这个公务部门里面 再给赵局长提出来 另外呢 古山区 青海桥 我也知道赵局长 很急的希望 把这个青海桥的天际线 还给古山区 在内围社区 尤其内围社区 但是现在铁路地下话 这台铁局 我是很不信任 他从说去年要通车 讲到现在还没通车 然后我又再次询问 他说明年的八月底一定通车 那我再问他说 你怎么可以报警 明年的八月底通车 他们笑笑 就不敢保证 但是 这一点有涉及到说 局长你们已经通知公文 告知地方 五月断电 八月要开辟 但是赵局长 如果 八月底台铁地下话 铁路地下话 依旧没有通车 你到底 可不可以做 可以说 可以听 等你一并回复我 好不好 我刚刚做的这个作业 我念完了 等一下你再回应我 最后一样呢 在古山区 它是一个老部落 很多的道路 几乎是十五年以上 五月重跑步过 那你们的养护 维护队有来维修 一年维修 两年维修 三年维修 累積十五年 甘甘客客 没有 那钱就去吃 你知道吗 这三包一件 这又包一件 路走到没什么顺利 那我在这里向赵局长提出来 就是说 我们希望这么久的马路 应该 应该给我们 逃出新的道路 十五年以上啊 那这 这几条路我大概有会看过的 到现在还没有作业啦 那我也不知道 公务局你们这个部分 养护 养工处这边要怎么去处理 要怎么去分配你们的这个预算 我大概在这里提供给局长做参考 你像古山区的九路四路 对青海路到英底街 南北乡 整条路呢 这整条路呢 有三有四个市议员在这里设服务处 有四个市议员 古山区的市议员四席而已 四席都在这里设服务处 那这个的马路如果没有给他处理 我觉得我们四个议员哦 真正对地方没交代 这个九路四路就是从青海 青海桥 从九路桥 从九路桥下来 一直到永德街 那个我看有三十年了 应该有三十年了 不要逃出重铺过 只有补补坑坑这样 也很难走 另外第二个 在美术馆的部分 我特别要提醒这个局长就说 有可能 我如果不成功 有可能你到底在我说 啊因为我们铁路地下化啦 我们等铁路地下化 是否作为责 没有这个道理 为什么 铁路地下化明年八月底 他如果不能通租 我吃饭不可以在那等到 等到那个 而且这个权益 没有手段 就说马卡道路 我现在提出马卡道路 那为什么 我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之前没有 是因为我认为 在美术馆的建商 投资这个开发公司啊 都在那边建房子 因为走来走去嘛 刚才走来走去 今天我如果报名字也是九派 那我们已经检查完 马卡道路所有的工程 包括了南山路的 全部都完工了 那建商 没有那个人空的车 没有打开车 要走啊 所以我建议 马卡道路也可以先行来整修 从美术馆路到美名路这一段 那特别坏 其实我也每天在跑啦 那另外呢 还有美术南武街 这大概十五档了啦 美术东七街 还有古山区的富农路 还有古山区的龙胜路 龙胜路从大顺一路到明城市路段 富农路是从南平路到这个龙胜路段 冬七街是从美术东四路到美术东俄路 那美术南武街呢 从美术东俄路到马卡道路 那华鲁路呢 是从明城路到玉城路 诶 检议员离开了吗 刚刚我们两个讲好了啦 那个 我念了这么多项喔 虽然是在我的时间内咨询喔 但是 那个连带责任喔 警方都一起啦 这剩下两个做的服务啦 不可以我这么自私 我跟你说服务不用这么自私 就要就在这位做 我刚刚已经跟他讲好了 所以我在意思听可以这样讲喔 我相信等一下他也不会拒绝啦 那局长 大概我这个是一样喔 我希望能够 在下次 四月大会 不要再跟我说了啦 这说这都没成就感 你没成就感 我没成就感 没面子 他就说我们这样 没做事这样的样子 其实你们做很多 但是 有些部分 有些部分 有可能 你们大概也太忙了 那有些 有些部分 可能你想说 经费的部分 但是 经费的部分 你要怎么分级也没有关系 最起码 要让我们议员 方向正确 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乡里 跟我们的市民报告 所以这些以上 四点 来 局长 请你答复一下啦 称局长 请答复 那个李毅远的建议案 那对市民朋友 我想市民朋友都没话讲啦 你非常的积极啦 那这边有关我们南向路 道路开闭的部分 其实他整个路段 有10个土地市区管理 其中6个不同意啦 南善向 对 4个不同意啦 你要开整条吗 我想说 你先开那个 你开那个公园的那边 公园的那边啊 这个建议 我们也很好啦 就是说 我们可以开的部分 为了固定安全第一嘛 这个我们会来做一个处理啦 南善 就是说 安全第一的部分 可以开的部分 我会请我当然 你把整个路段 它有部分是没有私有地的 你先开啦 不把它用出来啦 那第二项就是说 基本在说到 通法式那个部分 那个 我们在9月29号 到今年 我们也送 把整个土地的征收计划书 送到内政部 那这个内政部 其实我们跟内政部 我们高雄市政府 送到内政部的案 其实我们都会去追踪 而且我们也会跟他们沟通 其实目前的沟通算是良好啦 算是良好 那另外 纪元在说的 那个 青海桥 青海桥的部分 其实那个铁路沿道 他如果明年八月底 还没有通车 怎么办 现在的计划是在明年八月底 一次性的通车 对 目前这个计划的进度 并没有改变 而且我们追踪 现在的实际的进度 也是OK的 只是在我们走营地下道的部分 有稍微 因为沙涌的部分 稍微delay 那个delay的部分 把它计算的结果 并不影响整体 所以说 在我们明年的9月 沙海桥的拆除 我想是可以如期来进行 那另外 纪元在说的 就是说 道路路品的部分 曲条啦 曲长 曲条啦 警员在这边 我们两个共同分成一半 我想 马考道路的部分 为我们美名 跟我们的美术管路 这个路段有更长 面积有更大 另外在九楼 四路的部分 面积也比较大 这个我想 我会请我们同仁 试试朝我们有一个叫做 路段跑铺的方式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以我们 比较的路段 那个跨桌 是一个车桌 还是两个车桌 来先处理啦 不要说 旁边 整个大面积 先处理一个车桌 还是 两个车桌 这样可能 经费上 我哪会比较适合 这样可能 稍微处理啦 我想这两个路段 我们会用这个方便 来做一个处理 其他的路段 我们会来策款啦 今天就是在 他们说 有困难啦 我想明年度上 我们来策款以上 好 那南三项 局长你可不可以比较 确定一点 南三项 如果没有牵涉到私有地 因为我抓了很多都 齊无地 国家的地 那个部分先开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 这个部分整个路段 这个路段如何整个公有土地要如何切割 我想我请我们新公处把整个计划 把它拟定出来 可能这样在讨论的时候 比较会有时间上的效果啦 好 好 好 谢谢主席 好 好 谢谢 李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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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进去公务局 跟公务局的团队一起面对铁公务局 要求他们在整个在翠华路跟左营大道那边 一个高架桥也好 地下道也好 一个通车的问题 然后跟局长跟铁路局的承办的单位去做讨论 那我想其实一个美丽的建设 我们所期待的就是未来铁路地下化之后 可以带给高雄一个新的气象 可是这个铁路地下化其实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这个 好 这边是河边街 那这边是爱河 这边是古山区的绿川里 那这边是古山区的河边里 这整排的住屋 在整个铁路地下化的工程之中 都遭受到零损的困扰 简单来说 这个工程做了八九年了 从我还没有单选议员之前 我开始在竞选期间 我也接受到当地的居民一个陈情 包括一直到现在 之前都是个案 可是我今天接到这个case 我完全以一个议员服务 完全没有办法负担了 所以我必须要 请公务团队来加以协助 那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的议员有接受到不同的case 那我也蛮肯定 范亚工程对于整个零损案 他们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 或做零损的一些协调之中 他们展现他们的诚意 可是 这一条和边界事项这边 他的问题在哪边 好 这一张是一个草图 我为什么会秀这个草图 这是当地的住户 两个家庭主妇 他们发现他们房子有状况的时候 他们从过去范亚工程 要进场的时候 给他们所谓的祭司公会 一些相关的鉴定报告书 一直到他们自己去找祭司公会 去做一些鉴定报告 他们把他们附近的左右邻居的地方 都标点标线 那他们分析哪边是危险 哪边是有问题的 两个家庭主妇从不会到会 那所以他们让我服务出成情的时候 我也很压抑 他们竟然也可以有办法 判读数字代表役给我听 因为他们也去请教了很多人 因为那边是他们的家 他们不想搬家 可是面对到铁路地下化 这样一个工程的时候 他们也乐观其成说 高雄有这样一个进步工程 可是带给他们是什么 好 这个是他们今年年初 其中一个住户 他们自己花钱 请祭司公会去做探地雷达 在他们家下面一米多的地方 竟然探测出大概 有深达三米的一个掏空的讯号 好 这部分我想问一下 我们公务局专业的新工处的处长 处长有在这里吗 你的拨拨拨 像说这个东西 到底对一个住户 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结构安全 是不是可以请处长回答一下 王处长请答复 是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这程度看起来 如果透替雷达是代表 这个部分是有不同介质的反应 有可能就是有 对土壤有一些松动 就是有下限的那个疑虑 至于说它是不是影响到 房屋的这个结构的安全 可能需要再调图 然后去减算这个结构上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结构它能够承受多大的这个呈现 才会判断这个房屋有没有造成到安全上的问题 好 谢谢处长的回答 处长请坐 我想简单来说也是有安全上面的疑虑 那其实还要从不同的点 包括它结构本身去做一些叛徒 才有办法说这间建物到底有没有问题 那基本上因为 为什么我只当袖这张图 因为这张图是我比较可以表达的一张图 其他的部分还是必须要透过公务团队的同仁 帮我们去协助这些住户 因为他们就一本一本一本的监定报告書不断的出来 那可是他们都大概知道 他们家的状况不是那么理想 因为他们住在爱河边 那再加上铁路地下坏的工程 其实他们住家下面地基下面的土质 就像处长刚才讲的 已经开始松动了 好 所以在这边我可能要拜托一下公务局局长 因为这个区域的民众 除了河边里跟绿川里之外 好 其实安全的就算了 其实只要有疑虑的 他们就是只能去找民意代表 然后我们就case by case这样去做处理 可是这一件已经超过我一个服务处的服务范围 那我也期待 市政府在于民众面临到 人生财产安全的问题的时候 尤其是在法律上 损害赔偿只有两年一个追溯期 是不是可以请公务局 来协助这些市民朋友 来协助他们 不管是跟铁工局也好 跟范牙工程也好 争取他们应该的 范牙师傅可以请局长回答一下 赵局长 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铁路地下化整个施工中的零损 那当然我们会全力来协助他们 那我手上的数据 整个零损有191件 那已经修理或和解的部分 也达到有140件 还有51件 这边还没有完成协调好 那当然我们很愿意 很愿意来跟铁工铁改这边 来集中来帮他们协调 当然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 市民潜意的受损 当然市政府一定要出面来协助他们 那这个我们很愿意 谢谢 好 谢谢局长 所以拜托局长 我要告成会后 麻烦你开解窗口 因为我要给你报告 你说成功十几个人 其实这边加起来也是十几户 可是他们 他们所面临的状况 是比其他地方还要糟糕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只是一个单一一户 他们花钱去做 那其他户 他们也会陆陆续去 去花这笔钱 取相关的计事工去做鉴定 那我期待在这过程中 是不是就再次拜托公务局 来协助当地的居民 多谢 好 下个议题 我可能要跟都发局讨论一下 就是有关于新兵计划 那我想一直到现在为止 整个哈马星 还是在一个生态交通 一个全球盛典的活动之下 那其实 这个计划其实在生态交通 开幕前一天 我们就 由都发局跟文化局所举办 我们去登山街六十项 去那边办了一场新兵计划 然后找回过去登山街六十项 一个记忆 好我想 登山街六十项这个地方 蛮特殊的 早其实是有英国人在那边 因为从瘦山那边流下了水 然后那边前面有一个戏湖 以前他们的阿渡家中去打水 所以叫做打水湾 那后来 在清朝的时代 那时候应该是流民船 为了巩固整个高雄港 然后把一个阿姆斯庄的大炮搬到山顶 那接着日本时代 他们在那边盖了一座 要给日本太子做的会馆 所以那边有一个 类似一个通路可以通到会馆去 然后以及整个战后 包括公民政府撤退来台之后 这边有一些朋友是从大陆 跟着国民政府来台湾住在那边 也有我们岛内自己的一个移民在那边 那我想这边是充满了很多的历史场景 跟历史回忆的地方 好 这大概上礼拜我们过去看了 其实上礼拜天气没有那么好 可是我们很开心的可以看到说 诶 都发局这个新兵计划的一个整个 打水弯水道的重建 其实它的效果出来了 我最理它老 这水是从山上这样流下来的 那我们要更往山上走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不太敢进去 因为我们的装备不足 因为它有类似像是 就是进去看中路十一个洞 其实当地也是路没有那么好走 所以我们就不敢进去 我们就到路口 那其实大概上个礼拜 也有一位学者 一个问史公众者去那边看了 他发现里面的生态依然丰富 有一些属于瘦山那边的一些巢线 然后一些 简单来说一些生物都还 清外都在那边 所以就是说 这边是一个生态蛮丰富的地方 那有水的地方 那我不晓得都发觉 未来有没有什么一些想像 因为如果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清兵计划中 跟文化局那边讨论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来加一些清水的设施 利用那些产域 这第一个部分 那其实那边还有过去的一个 我刚才讲的 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 那边有一些三层的居落 那包括战争时代那边有个指挥手 以及他所特殊的一个 孤老实的 老孤实的一个排水道 都还在 那我想 新兵计划文化部 给哈马兴这个社区 那么多的补助 所以 接下来我要 请教一下都发局 就是说 水道的遗迹 我们该如何保存以及再利用 那是不是可以规划一些相关的 清水的设施 那另外 灯三街六十项 还有什么规划 因为 我一直听到说你们要该溜法庭 那我不想那溜法庭你们要怎么溜 是不是可以请都发局局长做个会 李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我想非常谢谢检议员的支持 那而且那天也谢谢检议员跟议长有亲自立临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清水的部分 那我们要进去 那我们要进去 其实都有跟军方去申请 然后再进去 所以 坦白讲我们在这个现有场域 大概就是议员可以看到的清水的部分 那所以我想 因为议员提到是一个清水 事实上这也是受伤一个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另外同时 现在在进行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在打狗公园的一个考察 那所以我想说 那所以我想说 是不是我们找个时间 把打狗公园跟这个场域 看看哪个地方适合 因为这卡路 可能有点较暗 所以看看清水的部分怎么样去连结 就打狗公园跟这个登山街六十巷 这条古道跟古水道 这个交汇的地方 看哪边适合有 有适当我们可以介入去产生一些清水空间的环境 营造出来 这个我们会愿意来去做下一步的规划 那另外刚刚议员有提到 其实有溜滑梯 确实在这边也跟议员跟议会这边报告 其实我们真的是有下一个阶段 因为整件做这些事情 事实上我们是希望说 这么好的一个 好不容易大家我们爬梳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历史故事跟历史的户外的场域 也算是文化部整个再造历史现场 第一个完工的这种户外的历史场域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不是做完之后 它就像一个一般的绿美化工程一样 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一些可以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设施 在这个场域里面 让大家除了到这个环境里面 去了解过去的发生什么事 它也可以在生活上有一些娱乐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滑梯设施 算是我们先姑且称它叫做时空廊道 它其实是有点你可以在滑梯上 可以从山坡上这样慢慢 它是一个缓慢的速度下来 因为安全还是前提 然后可以眺望我们高雄高雄港 那个一港口到跟第一船局跟一港区 这个整个山的这个感觉 山跟港的感觉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 比较安全性的一些结构的计算跟评估 所以我看时间上我们大概希望说 可能在明年的上半年会把它完成 因为现在还在做结构上的一些评估 但是一些庄位就有先预留 那我想我们非常乐意跟议员 共同去探讨一下说未来这整个场域 甚至连达国公园的这个场域 有没有什么空间 可以让我们去容纳一些 创造一些清水空间 这个我们会后再跟议员 约时间来安排先看一下 好 谢谢局长姐 对 第一个我还是要求就是 你要去看我们组会跟你去看 因为之前也是跟你老师 有整个打倒公园 我们去走过一次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那个场域的一些 不管是工程也好 或者说你们要做这些东西也好 我觉得等一会儿 再跟地方上再做一些沟通 那第二个部分 工程结束之后 有些小瑕疵的部分 你们可能还要在 求我的收尾的感情要做好事 不要穿一张开幕的时候 还有那些一些比较零星的花絮 那我想我很乐见 就是期待我们不要浪费 从中央给我们补助的钱 好不容易争取到7亿 那我们也期待 从这样的一个投资下去 未来整个哈马鑫 会越来越好 好 谢谢主席 好 谢谢简一言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陈丽娜一言咨询 时间15分钟 好 谢谢主席 我想从上一次的台风天到现在 我们对于树的要求 其实是越来越好了 那很多的在公务局养工处 其实做的事情 其实也一直都越来越上轨道 我自己的感觉是真正的有在做 但是做的部分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 还是可以再继续加强 那我在这边就要讲 上个会期我有提到就是说 关于从标案开始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让好的这个标道的厂商 可以进来做 然后要求他就说要种好的树种 那不要有那个下面包着布置布 尿布树不拆的那个状况 然后一直到我们后面 怎么样去养这棵树 怎么样去照顾这棵树 一直到修剪 每一年的修剪 让这棵树维持健康 其实这个听起来好像还蛮正常的 应该照道理来讲 就是要这样做 但是呢 我们在高雄市光是树的问题 其实反反复复陆陆续续的 每一年都有人提出来 其实我相信对公务局来讲也是不声其扰 但是这绝对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 怎么样去让他就是说上轨道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公务局应该要陆陆续续的 把这个应该有的制度建立起来 让他越来越好 那所以呢 我想本来觉得就是说树的问题 好像应该在养工处来讲 也陆陆续续都在做了 我们实在也让大家好好的去做它就好 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了就是 又有这个地七核川局的这个 树木的这个砍头的事件 我觉得我回头还是要继续来要求 我们的公务局要把这些事情要做的彻底 让民众知道高雄市政府的决心在哪里 怎么样把这些事做好 我知道很难 每一次都会讲说去修正的人 不一定说知道这个部分 还是说在上面要求很多 然后呢可能每一个人的要求 居民的要求各方面都不一样 那市政府在办妥协的状况底下 通常呢就会有很多的情形发生 那但是呢长期以来因为这些空间 有时候呢没有把握一些准则 也并不是说不能有空间 但是问题是你基本该有的准则 有没有掌握住 那如果这些准则掌握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让这棵树真正健康的长大 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的重点 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的养工处 其实也开始做了 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高雄市的这个去年 这个就也106年就今年的部分 也做了景观树木修剪教育训练 那做了两梯次一个在5月一个在8月 那合格率我们看一下 一个27%一个30% 讲起来就是说 大家看一下这个合格率感觉上很低 而且去受训的人是什么人 大概有第一梯次有60个 那有20个人呢是市政府 既所属的机关学校 美化业务 绿化美化业务的承办人员20个 市政府其他的这个维护管理契约商40个 那表示就是说这些人事实上 现在都在线上的嘛 都是在线上 不是在政府单位 就是现在在协助我们在外面 修剪数目的这些人 那这些人他的合格率竟然只有27 第二次30 其实讲起来很低 那也表示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数目修剪的这个区块里头 其实大家都有待加强 真正的 因为他有这个比试的部分 有那个要现场操作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专业技能跟实际上的操作 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应该要有的水准 这个很重要啊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就是要 呃 请市政府 这边也来 我们就来做一个审视啦 因为这次的这个承办的单位 是高雄市景观工程工会 跟中华民国的景 景观工程全国联合会 这个都还蛮有公信力的 那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呢 我们知道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政府机关有二十个人的部分 这个可能还包括了机关学校啦 然后不一定都是养工处的嘛 那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先请问一下处长 在这个二十名里头 我们有多少人是合格的 就政府机关而已 来看有多少 副处长请当务 谢谢主余 谢谢陈议员 我们大概都是三层 那是二 几个人合格我相信 只有二十个你很清楚嘛 大概八九个这样而已 八九个 八九个在养工处的有几个 在养工处大概六个 大概五六个 养工处五六个 那所以呢其他的 譬如说学校单位啦 或是其他的局处 就更少了耶 是不是 好你先请坐 那我们以这个水准来看 当然如果以平均水准的 就是说政府机关二十个 二十个里面八个 九个合格啦 五六个是属于养工处的 这个以整体的水准来看 当然养工处一定要是最好的啦 如果不是同好 这样这个我们就 这个机关就 大概就不用做了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比例是 合格比例是蛮正常 但是问题是 是不是太少了 太少了 家庭自己也点点头 六十个人 我们有八九个是公务机关的人 那再扣掉 也像八九个是外面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契约厂商 四十个人 比例是政府单位的一倍的人去受训 结果合格率 该我们差不多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长期以来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即便他们今天派出来要受训的人 我相信 都是他们必须要做督导工作的人 该派出来啦 所以呢 如果连做督导工作的人 他们目前考出来的状况 都是这样子 我们真的要 凯西亚环豆 怎么把这个大家的水平 拉到一致上面 让大家有机会 就说在共同的水平 上面来做事 我觉得这个相当相当的重要啦 所以呢 因为我们才办两次啦 那我也拿不到题目 那我就看了一下 新北市的题目啦 所以 很重来课一下 好啊 我们是不是 从第一题 先从局长来课看看好不好 我第一题 来 我先请赵局长 他第一题的题目是说 移植栽修剪作业目的的不同 可以区分多 呃 多种的方法 其中为了提高苗木移植存活率 好 称之为什么 一 短节修剪 二 造型修剪 三 修饰修剪 四 是补偿修剪 来 请局长回应 赵局长 请 请 在这个 苗木移植存活率 就是 应该是修饰的修剪 修饰修剪 好 那局长你先请坐下 我待会再公布答案好不好 好 第二题 那我第二题就拜托 那我们请养工处 我们处长来回答 破坏 一 側枝顶端 二 不定牙 三 顶端优势 四 尾端优势 会促使谋生 側牙多发的现象 好 那未妥善处理 亦产生塑形的改变 影响外观美感 与植栽生长品质 好 那这四个是哪一个 三 顶端 顶端优势 好 你也先请坐 来第三题呢 呃 我们是不是主管科的科长 管树木主管科科长是哪一位 没有 没有来 没有在这 好 那 那 哇 还会有跟树木有关的 新钢树 也有时候会射到 新钢树来问一下好不好 来 触定 来 一 因生之二 寄生之三 逆行之四 擦生之 常蒙 发生于枝条 的两侧 腋下的位置 会尽多 向上生长 枝条的这个营养跟水分 与生长空间 且会影响整体塑形结构的美观 容易产生植栽 形体偏重现象 因此可判定为不良之 我们都说 国庸区很有名 就是那些十二不良之 这很複雅的 全台湾都出名 所以 你觉得哪一种 哪一种 会有这种现象 可以判定为不良之 是哪一种 不要给答案 旁边 第三 第三 逆行之 好 来你请坐 那我们这个 跟考试的平均水准差不多 多一个人 一个人对而已 就是我们的养工处处长 答案是对的 就是说 第二题 的确答案是顶端优势 第一题的答案应该是啥 应该是补偿修剪 那第三题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第三题答案应该是应生之 所以 这个其实已经从里面 调出最简单的题目 就是一般的题目给你们做 这个作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哦 状况很多 是不是 学校的要怎样 学校里面的怎么办 还有上次水利局的怎么办 是不是 水利局的 他可能人怎么搞 他不知道 他上次是因为尿 一个部数不支部的问题 但是如果哪一天要修剪 也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从这些题目里头 我们就发现说 原来 柱子修剪 真的是一个专业的东西啊 如果没有经过这些专业的训练 可能 连里长也不知道 里长拼命要求说要怎么剪 但是一棵树 我们从这些题目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树不好好修剪的时候 它的确树在慢慢的 也许它给你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它产生了问题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棵树 明明顶管就很漂亮耶 为什么突然间它倒下来 砸到了车子 砸到了人 突然间倒 为什么 其实它的根部已经不健康啊 是不是 根部不健康 它没有办法从你的树的外表 看得出来 但是长期的危害在哪里 长期的危害在哪里 那其实所以从我们平常的每一滴一点的照顾里头去看到这些东西啊 那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去照顾树才对 而不是就说在树看到的外表 我们就认为它是健康的 那所以从这个观点上面来看 我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说 十月份我们最近发生的就是在台29线大辽提防的路段 五百棵的黑板树被砍头的这个事情 这些树呢 其实是以前也是高雄县政府那个乡公所种的 那后来呢 为什么管理是变成是第七核串局 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 但是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当现在这些必须是第七核串局管的时候 高雄市政府能做什么事情 因为第七核串局说 你这手也不够干的时候 红台梯它它倒下来 它可能就会压到上面的这个电线 可能会造成一些停电的危险啊 什么之类 它有很多的理由 它说它非得要这样休不可 只有这种选择吗 后来我看到媒体有写说 可以以后考虑这个电线给它下地啦 或是什么之类的 当然电线下地我觉得是很好 但是什么时候 那它还要被砍头几年 它还要 这些黑板树还要被砍头几年 那对高雄市的管理上面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要讨论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 这些黑板树目前在这边这种状况 但是高雄市政府却由第七核串局 它这样子任由它这样做 但是它企画在我们高雄市里面 我们还是一样所有的高雄市民也不会说 那个树是中央的不是地方的 敢有市民这样说 不会嘛对不对 所以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养工处 应该要想一个办法去处理这些事 让所有的树木 不论是不是公务局的树 不论是不是就是只要 各局处都有可能有树嘛 教育局有水利局有 很多局处都有在管道树 那管道树的这些单位 如果说各自走各自的 各自有各自的方法 那我们的树永远都管不好 那所以我在这边我就要建议 我就要建议就是说 我们要成立一个树 就是管理树的平台 树木修剪的平台 不论是中央的地方的 我们都应该要请它 当它要每一年做修剪的时候 送修剪计划来 怎么样修剪的方式 要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发现它有不对的地方的时候 立刻提出改正的方案 让他们去依照这个方式 而且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法规 自治法规里面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让他们可以依照 应该要 就是说有一定的法可以去管理它嘛 它抱过来 然后相关的问题 我们我们有这个监督的这个责任跟义务 让所有在高雄市的树都可以受到教顾 现在水利局 那公务局 交易局 只要是树木的部分 大家都要把它的资料送上来 我们在做这等于是一个 养工处是一个省市的单位 我们去把所有高雄市的树做一个控管 知道说我们的树木 目前的树形是怎样 但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还可以再详细的讨论 但是这个怎么样去修剪树木的平台的部分 我希望能够尽早的给它成立起来 所以我待会可能要请教一下 局长跟处长 对于这件事情 今天也许第一次听我提出来 但是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回应 让我们 让高雄市的树真正的能受到管理 而不是每一年我们都在这些轮回里面 不断的去重蹈覆车 而觉得无计可施 所以在这些方案里头 我们一定就因为这样子的管理 可以将来 在任何一个层面上面 可以再进一步的 去要求所有的厂商把它做到底 所以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有关于修剪的认证的部分 在这边也要再次的强调 只要是各个单位 有管道树木的这个承办人员 一定要去上课 学校的这个相关的人员 也一定要来上课 还有呢 里长们也拜托 是不是公务局跟民政局合作 上个会期 我有写了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内容就是 请公务局要跟民政局合作 办所有里长的这个不用是认证 但是他必须要有相关知识的一个传递 我们让所有的人 在这个知识的平台上面是一致的 我们对于树木的看待是一致的 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 这个东西施行下去啊 这个计划要走 要走得扎实 只有大家的观念上面 是一致的时候才有办法 否则里长永远都在要求 就是说要降低高度 所有人都在要求 我们一定要把树叶减到多少 因为现在的修剪费用非常的少 所以有很多里长要求 你一次把我加多 很多嘛 对不对 那能不能减 前一阵子有人这样要求的时候 养工处突然间下面的承办人员说 请我助理问我说 你可以把你们议员问一下 像我可以这样加吗 意思就是说我在坚持这些东西 是不是准他们这样减啊 我说很抱歉 真的要按照规则来 我们只要大家都愿意遵守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让高雄树木 高雄的树木长得好长得健康 而且又安全 不会妨碍到大家 赵局长 赵局长 请当户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高雄市所有的 我们的桥木灌木 这些保护跟植栽 这些相关的规定 我们养工处已经都把它汇整好了 另外养工处这边也在下个月 会把这些汇整完 拟定一个树木修剪的相关办法 预计在11月份 这个就可以出来了 另外议员在关心讲得很好 就是说 让我们树木的修剪 或者是树木的保护 或者是认识我们的树种 那让我们所有的市民 这些市民包括我们的里长 甚至我们各相关的民意代表 以及我们市府各单位的同仁 都来认知 都来认识这些桥木跟灌木 我是觉得这样是相当的好 谢谢 在我们的办法里面 就会有这些条文 这个没有问题 整个办法里面 整个办法里面的条文 就会有有关的规定 是以整个的平台 我想我们这边 再来做一个演绎 只要在我们高雄区域的部分 我想这个办法 会规定得相当的清楚 台29的部分 其实为什么是由 区核局来管理 其实它是在它的提案上 所以说整个提案 从我们的路前线 往河川这边 整个都是在法定的河道的 黄信的河道范围内 所以是由七核局来管 目前我的了解是这样子 我们有办法去 让它的修剪方式 有公司的要求 当然我们在这个 树木修剪的管理办法出来 这些所有的 包括中央各单位 都会把它做一个统整 以上 吴处长 请耽误 谢谢主委 其实议员的理念很好 其实这几年 就是因为议员 这边也有在关系 还有附属团体 一些他们的指教 这个方向是对的 那如果要成立那个平台 有一个重要工作要先做 就是大家的标准要能够共同 不然我们的标准去套到 别的机关的时候 就有他们说他们根本就做 对是 所以我们先从府内的各机关 现在 不过要跟议员简单的讲一个观念 当在护树团体 或是学校单位的教授 在教授怎么修剪的时候 他是针对那一棵树 本身怎么修剪 可是当他套到一些周边环境 比如说他上面有电缆线 或紧淋我们的房屋 或是已经遮到 那个耗置灯或路灯 这种修剪方法 在学校教的那一套 有没有办法再应用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很正义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要有一个共通的平台之前 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要讲清楚 不然到时候 他如果违反 违反我们讲的那个标准的时候 你要去跟他 不管是开罚 或是要跟他处罚的时候 他会说那我实际的状况 我要怎么做 这个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要先解决 有有有 有有 我们局长有交办 就是说 针对各种状况 我们已经有把数目修剪 注意事项 像上次开会 也有邀请议员 那就是要讨论 那个注意事项 给各机关 当你遇到有电线感 有电线旁边紧淋房屋 你的修剪方式要怎么修 又可以保持塑形 然后又可以避免公共安全的发生 好 谢谢 好 书议员 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 书言成一言咨询 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各局处的首长 大家好 我们公务局的业务报告里面 这个有效果 我们建设文教福利场馆 都有党级的2005位 书议员 时间暂停一下 要不要先介绍 我们上面的旁观 旁观 我们今天要反映的 我们这个副咖喱 王晓贤里长 带我们的乡亲来旁听 来拍一拍 欢迎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福尚里 里长跟里长 也带我们的乡亲来旁听 当然他们要关心到一些 既行道路人的事情 待会我们会 请我们的苏俊杰处长 或者这方面的 是不是可以帮忙 因为这个牵涉很多人 很多人的出力的问题 跟居住的 跟通用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公务局 建设文教福利场馆 有2005位 有4,339万 对不对 建国永续生态传进 8,379万 当然 建设文教 有得到100座的奖项 不简单 第二 建国永续生态环境 8,379万 也得到了120座的奖项 第三 改善道路交通系统 124,6,729万 得到60座的奖项 总统的3,384,286万 总统得到国内外的奖项 有286个奖项 其实是不简单 所以 高雄区的 可以去到一支的城市 四个金牌 四个金牌 三个 两个金牌 真的有的原因 一个都市 也就是经贵的都市的区域 对不对 包括就是土地开发 然后呢 经费的 就是公务局 整体来做一个 来这个开发 对不对 今天跟我们的亮业程序 本是在这边 会以事务的团队 跟大家努力 给予正面的肯定 你说奉山运动园区 设施改造工程 对不对 就是说做得不错 没问题 已经是在使用了 当然 我们以前在宜成岩的时代 要开发这个工 的时候 他把这个工 要保持这个工 不要浮沉两边 这就打开 但一个用的 确实还要绕道 真的不方便 但是现在经贵 重新的轨迹 对不对 中原本园 对不对 也都打通了 当然 我们这个 奉山运动园区的 设施改造工程 对不对 做了 包括我们的 退伍官的 文革的时间 但是 本性的 建议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国民运动中心 对不对 这些工的工程 给我们的工程 对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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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争取设立纳入这边的厨房的工历 这个局长是否能够做民的规划 公共区 有关的奉山区三光街 719号 69号、77号、80号、83号 共有22号的组合 因为现有的巷道 已存在三十几年 实属的公共通行是必要 考量民众检局 遇到紧急事件逃生是必要 应该保留通道 这就是我们的福尚里 在乡亲 我理事长带来这里的旁天 他也非常关心 如果发生一个 那些资产后的不必要照顾他 他要减贵白人的基地 白人建的这个房间 当然 我们的改随 市政委的改随 就是说 这个房间是属于公共通行的 开放空间 但是 你会考虑 说 他们家的 大楼 他们缩管七分的 但是 他如果住了紧急状况 他现在目前都放车 放我刚才订了 出入还是真的不方便 说到这个冰的寿命 他要通行的问题 对不对 在那里发生很大的疑惨 你一个土地 你说卫健地 但是卫健地 外面的卫健地 最高区 自帖国也一大堆 但是 他要做道路在走 走到20年以上 就变成既行道路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市政府怎么去认定 那怎么 他们这边 他完整才开到 地区开到的时候 他说这个土地 是要做路走 但是 他30年的东西 那些工格 那些学务 有的 他们都没有保留下来 所以你现在给他们取证 他们有相当的困难 对不对 不然 这些人要买一个地方 我来北里面也有 我有想要买一个木头 处理的地方 所以 就是说这件事 对不对 我也觉得说 我们的苏晋节 非常专业 我们的村长也非常专业 其实很多事情到他手上都可以容易去 很简单的改革 但是 这就是他的经验 他的精学力有高 所以他真的去建筑这个部门 也非常厉害 我们的赵局长 以前也做政府的处长过 对不对 我相信你也非常了解 这种的经营 现在是一个地主 跟这些买家 不过的人 不过第三者 我要怎么做一个处理 我们说到四个店 之前开下来 一世人拚一间房子 他就用到买了的位 都很好 出入太多 我相信 什么人去买的这个房子 都会买出来 由于自己的管理做一个政策 也希望 我们的市政府的 这个政管单位 可以帮他们一个公德 当然 就是拜托 想我们的整个房子 我们再来演绎 最多有帮忙的所在 我们给他协助 这是他们今天来 这个福生理的 李政君李政的 带这些乡亲来 他们来这层型 来这关心的 就是他们的 财产的问题 他们的出入的问题 来做一个努力 这就是 你看看 他要经过 这个房间 他可以处理 他要经过 你还要说 这间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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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今天这间房子 出入 要转到这个房间 这间房子 这间房子 让你看看 这间房子 有的不订在这间 他每天在那间房子 他去家房子 这个最多 他这条楼 这条楼 现在要去乡 原始23天前 他去后面 要买人的时候 他去后面 才买人的时候 他就从做楼 走三十年 你现在说 这个要买起来 要去买人 转这个房子 有道理 没有道理 他原始 如果说 没有这条路 没有这条路 可以转这个房子 转这个房子 把人家三管的所在 所以这件事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 研究 如何 让这些房子 市民 一个公道 这毕竟是他们的责赛 一身的联赛 一身的责赛 一身的责赛 要买市警察 结果就没有人家 还准备把人家的所在 人家不怕 你很明显 这个车在那里 车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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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金钱的问题 要走你下去 这个拜托 麻烦我们健康 健康 健康 还是同样的 民众会用 本身认识的 房子 我们走路高航 高雄管建设 建管二帝 一九一八号 建制制造 要十七箱 对不对 了解 原因的 建设所取得 施舍墙道 过以前当中 有瑕疵 导致地址 或在受伤 严重影响 国务租的权益 本案中所有 屋主属 占益的第三人 并不知道 建商 申请建造的过程 本案的 施舍道路地址 三十一年来 从未主张其权利 事实有的过程 治安带道 那些人买建策 六十几戈 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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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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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30年了 60幾個要30年了 都變成圍獎 我感到這真的圍獎沒有圍獎 三億的第三策 我拿一棟市 一棟市一棟市有得到有什麼 對不對 你怎麼去建築 怎麼去去的我不了解 但是30年後 我還要撤走他 他要去送他 他們的辛苦賺來一棟市 他們的房屋在那裡 這棟房屋在那裡大 60幾個要求何去何從 他們怎麼說 對不對 用到現在 你真的撤走 學法律買的 用一棟錢學法律買一棟房屋 買一棟房屋 一棟房屋之後 就變成圍獎 清好圍獎 我是覺得說 我們政府有這個責任 跟這個醫護 替這些組合 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台東所謂的人 他的官僚 來做一個政處 對不對 要協助他們 看他們怎麼用 對不對 這個事情 我也喜歡 我們的處理人 有去協調 但是我覺得 他非常有誠意 對不對 要來整個處理好 這個政策 對不對 我現在建議 所處理人 再加把勁 我們公佩 我們大家 他們樓上的旁邊 這些民眾 對不對 對你期望不高 對不對 希望 對不對 你要主持一個功德 給這些人 對不對 可以 來 有一個說 警察人大 對不對 住了三十多年 我們公佩 你說假的 你再住一個 變成學院 變成為中的 我覺得是很不得力 再來 我們還有一個新公處 對不對 我們一個 包括剛才的 我們這個 副家裡的 我們的理事長 有帶來這裡 在旁廳 在關心什麼 就是說在我們高雄 我們一個公共建設 一個白水高 但這個白水高 對不對 那時候去樓下 是他抓水平抓不好 水倒樓 才有水高 說 水位 流在水頭 當然 經過十幾年了 經過月的 做十遍 我自己去做十遍 但是 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 最近 就是說 我們有聽那個 新公處的 處長 處民來協調 但是 我們說這個 對不對 經過他流了 跌跌期間 就有成績出來了 有改善 整個 要重新 對不對 因為你水平而已 無關 水倒樓的問題 無論改善 他們裡面 為了水高旁邊 最大的人 這些 我們公共的市民 也是 登革樂 有困難的案例 在那裡 但是 那些蟲子都 走出去走出去 那些蟲子就先出來了 所以沒辦法以防 所以我們的理領 黃小嫻理長 對不對 他也是為了理民 對不對 非常熱心 遭重 但是 十幾年過了 還是擺在那邊 所以今天 我也非常堅定 我們新工作處長 對不對 他這個協調能力 跟所有的行動能力 對不對 剛才和我理小工 真的有那個公領 經驗真的有夠的 用料真的不錯 所以這件事 我剛才知道 糟糕了解 對不對 一定是可以處理 我們這家父和鄉親 也很開心 所以他要來旁聽的 如果要來我們的 這個處長 隨其他就是了 當然另外一邊的 就是希望的 對不對 蘇俊姊這面 可以協助 我也說蘇俊姊 這面的能力 各方面的 真的是經驗 真的有夠的 所以 這兩件事 麻煩 我們的處長 來做一些處理 然後就是說 那個洪酸做工順 都沒有幾個六個 開發 開拼之後 有市民的申請 那裡有幾條路 要來開發 是不是 可以 納入美女堂 來做一些處理 這個時間一反點之後 如果那個 我實際上 跟局長來做一個報告 養工處的本期 都是建議的洪酸區 那個 過比例的 頂銜街 頂新入口的公園 你們的二零七七公頃 對不對 開幅所需經費 四百萬 目前資金進度 我們等會 再請我們的 新工處 對不對 來做一個 作用 當然也是 感謝就是 我們的中倫社區 這些公共 那些 我們的局長 非常的幫忙 對不對 不然那些 五千五大 的所有地方 很感謝我們的 趙建橋 局長 對不對 可以補經費 對不對 新工處理 處長 這名 來做一個改選 給這個五千五大 社區 對不對 這個公共設施 沒有 這樣 但是我代表 中倫理 中倫理 理政 和理民 我們學 就是 但是兄弟 後續 需要健康巡 對不對 麻煩 你們再次協助 這就是領先 這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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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政局 對不對 我到東廁農業區 去完徵收 因為這個 是高雄關上 到現在 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 就是說這個 很長的時間 這領先 有九十三家 但是 我們的 都市教育團 都檢討後 尚中雄 比賽的時候 他們那邊發言到 尚中倫理政局 又心臨時 他發言到 藤衆土地 這麼二十幾家 他說道理 藤衆 這樣不行 所以就把藤衆的部分 剔除掉 這部分剔除掉 對不對 現在組合的 庭度 是有什麼庭度 這個 因為 很久了 但是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堅持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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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米 剩下6米 還要來擴大25米 當然 這件事 以前就是價位 一個瑕疵 現在希望的 就是 建議的 可以用到 九十三個五個一年 就是價位 分手 把這個 露地 用一個小型的口袋 十四十五米 可以來同營 當然 那些鄉親 也要了解 到底這個案子 要逢多久 對不對 所以這個情節 是不是 請再給兩分鐘 是不是這個價位 對不對 當時是死 因為 因為 我們說這個 一個地方 包括 南門港 青春 包括 中間社區 五千五個在那裡 這個地方 給這九十三個 在那補補 怎麼樣 對不對 也很沒有美觀 整個 都市的美觀 會打折 所以我們說這個 對不對 就是說 很多鄉親 他們在關心 到底 這個時候 是當時要來做 你如果說到這個 你又在那補 因為以前在補 是 都是價位 社務價位 主要價位 都是中央的心臟 現在中央是心臟 主要價位 社務價位 是交給他們 來做心臟 所以 應該這個腳步 應該可以加快 我是覺得說 這個腳步 對不對 應該還可以 加快而已 當然我們地震局 對不對 就是說 開發這些土地 對不對 在整個 這個 開發的 這個立場 來講 對不對 把土地 充溫有效來利用 這真的是不簡單 所以 你只要把我 這個青年 這個青年 他原早 那土地 一平 但是現在做不了 對不對 土地飄 飄升 我們去外 那時候 在飄租 跟在原工 倒入原工的時候 對不對 局長 有意要在講 對不對 就是說 一平 他們打的 我們抵達到 四十幾萬 剛才沒有十萬 但是 我們抵達四十幾萬 一平 八到六十幾萬 福建的數目 土地一平都幾百萬 土地如果能整理 有效的應用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我們現在聽到 政管處 是局長要回答 這個處長回答就好 處長回答 處長請麻煩 蘇處長請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那個書議員 剛才我議員說到 兩個問題 兩個既生土地的問題 這邊是那個三公家的案件 三公家是大概在七十六年 它就完一個劍腳 一個輸腳的案件 就是當初他便面臨 是一個沒有規格的道路 當然有可能 就是 為新生的東西 沒有規格 所以自免性 跟祖父不能出擊 所以建築有留一塊 一個核 所以三公家 七到九五 的房子被大家出擊 當然 今天有二三十幾年 七十六年到現在 也要穿三十幾年了 所以既生土地 由認定為議 有要件 我剛才 我聽到議員說 祖國這邊的資料可能不好找 但是我管理說 我們回來找我們來的建設 是不是這邊有當初建設 起作人有留給什麼資料出來 大家共同來研究 那個部份是不是要來認定 那塊土是我們免棄 因為我相信 祖國在那裡騎去 也怕得都習慣通行方式 這部份我管你們再來努力 跟議員報告 那第二部份 那個南京的案件 他是在民國71年到現在也36年了 經過36年後 跟發言說 他的那條書系統路 會討論的董事書是為他做的 所以地主在今年 有來向我們申請說 要費稅 費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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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相信 那是經過30幾年 對祖國來說是一個 叫做相對的無垢 算是第三者 說得很快 又情何以堪 所以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非常心中 對這個60幾號 這些祖國人的管理 我們非常心中的處理 不是說 因為地主的提出訴求 我們就很慎慨 做這個頭費稅的動作 我們這部份 還會找地主來協調 還會找那個祖國 因為像上面 在八月底有來協調過 因為 陸前有一個叫為老條例 因為這間房子已經有36年了 我相信 如果那些祖國有關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一部份 還會和地主 還會和那些祖國 大家再做一個貓雕 醫生 吳處長 請耽誤 吳處長 請耽誤 謝謝主委 謝謝書議員 跟書議員所講的是公和九五 公和九五它現在是做為 我們現在有些樹木 也有種在上面 也有一些林荫的規模 如果要做到公園的話 因為我們旁邊 剛好養生公園 在今年年底 我們旁邊有10公圈的養生公園 年底就會完成 其實市場不能生育 生育養生公園可以使用 養生公園有10公圈的 比這個0.2公尺而已 所以生育可以使用 我們借房 我們的經貸 向養生公園整個經貸來櫃 沒有 我說借房 我們會讓養生公園整個櫃 今年年底 對 對 我們幾年完成後 大家在輸入嘛 這塊 大家做的整體 看要怎樣 來比較多研究 沒有 現在我們是生育的 我們會再來原理 我們跟養生公園做的來 黃局長 請擔任 謝謝主席 謝謝書議員 對五甲入東驅斷徵收的關心 我跟書議員的看法都一樣 我也希望大家快開發 因為這其實是洪酸裡面 非常精華的一塊農業區 台政局這邊也希望要有生育出來 但是問題 我直接說結論 就是說目前 還在土地價位的變形當中 還在變形當中 所以土地價位如果有過的時候 後面比較有苦痛精修 你現在是洪酸的保温 你中央內進博多議員 是說洪酸的保温 二十幾個月以後有道理 我現在要來進幾十幾個月 我不要緊張 是不是這樣 那你還不算人家 你還不算人家 因為他在那一百四年的時候 一百三年的時候 在那一月有一個聯繩 都委會參區政小組的成員聯繩 他有一些意見 當中 當然你剛才說的 那個台藤的那個部門 還是一個理由 主要是說商業區的部門 是不是要用那些座 因為他說 銀口 從52萬到44萬 那些商業區 那些人所一直推 叫高雄市政府這邊 來檢討 所以我們都法局也很用心 我也配合 都要求冠軍 把這些資料保護 最後一遍就是 在那一百空人的一月十六 都法局 把這些檢討的內容 還要補來建博 但是來建博 他也是說 還推動還叫我們檢討 不然就是檢討當中 對 有一個問題 我之前有一個執行的 就是 你那個幾圖路 那個當年是會 找一條報警一趟 之後都會 用的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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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段增收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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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在那裡都會有錢 就好了 一千五百一百一百 但是 那時候 今天要 一千五百一百 他如果這樣 那電話 可以給人家 四十四十四十 是不是 他跟 書議員報告就是說 那幾分四十五的 這就是 原地有經過農地中華的 所在 按照法令的規定 他是可以 分配 百分之四十五 他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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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缺乏 他缺乏 法令規定的是 農地重劃區的部分 他 底價地的一個面積 是百分之四十五 その結果 我相信 我第一次 我跟台灣人說 一位 也百分之四十六 這百分之四十六 到底是哪些人缺乏 你總之可以 百分之四十七 當然不是百分之四十六 九十七 那一口 八十六 八十六 他剛才說 每個 他都很難 他前 謝謝蘇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請劉新正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首先我要感謝我們公務局 在內門的衙門口道路 我們公務局從善如流 要感謝市長 也感謝我們 我們趙局長這個衙門口道路施工 趙局長你不知道哪一條路嗎 那條路如果現在做好之後 從官庭要去台南的話 就不必落到外圍 非常方便而且安全性很高 但是我還是在這邊要提幾條路 讓趙局長知道說危險的 那這個真的它跟衙門口道路一樣 不做真的不行 不做真的不行 那不要出人命到時就太晚了 趙局長你看一下 這個是西門大橋 西門大橋現在呢 是交通局把它拿來作為 沙石替代道路 你看哦 這邊還兩個線道 在那邊又是一條線道 我們已經會看過了 而且呢 也去 公務局又去了 這條路呢 是遙遙無期 遙遙無期呢 為什麼 因為啊 我們啊 這邊啊 這條路你看那麼窄哦 這個地方 現在是私有路嘛 你要拓寬的話 他們呢 現在是否是 看看他願意不願意 提供出來給我們 不然的話 就沒有辦法施工 事實上這條路呢 是 這個 這條路的用地 還是這家人的 他提供出來的 那我是覺得說 地震局 我們能不能給他辦征收 可以嗎 哈 可以辦征收嗎 黃局長 黃局長 請擔護 謝謝主席 謝謝劉遠的關係 他那個征收的話 要報計畫 核准以後才能夠 對呀 那這條路是絕對會一直做下 用下去的啦 你遲早 這個你一定要拖寬的嘛 啊現在不做 為什麼這個政績 這個小小的 又又差不多沒有多少錢 為什麼政績不做下來 留給 留給我們趙局長啊 我們黃局長我們陳舉成市長呢 那麼小小的事情 這個可以留給後人啊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你看這個是 那個那個橋 你的橋面 那個 那麼寬 為什麼不征收呢 那製作沒有多少錢呢 哈 黃局長 為公共需要啊 這個 因為他說是因為 原來的那條路現在就是還他的 他提供出來的 哈 啊現在又還要再再再他提供出來 他覺得講不過去啊 哈 是不是黃局長 哎 跟留言報告 這個征收的話 他是有一個虛力機關 反正這個是你事務的事情嗎 我把問題提出來嘛 是 虛力機關他提出來報核准以後 那當然我們就辦理這個 征收的一個作業 趙局長你聽到了哈 哈 你需要的話 那個黃局長那邊就征收嘛 對不對 虛力機關啊 是你啊 對不對 哈 真的是哈 你看 那麼窄 砂石車一條過了 就沒有 就沒得過了 哈 這個是 因為我所提到 今天我所提的都是危險的 不要出人命 你要把黃局長請坐 哈 對不對 這個這個都是每一條哦 哈 這個非常非常危險 沙石車每天從這邊過 哈 而且的大卡車 因為他不能走市區嘛 所以交通局安排要走這條路 請趙局長 這個一定要 這個呢 是工程花非常少 哈 工程費不多 為什麼這個事情不做呢 對不對 因為 陳局市長在明年的任期就滿了 這個你明年你沒有做 一定就沒得做了 就留下這個 啊 陳局市長做了八年 你看這條路都不會偷快 哈 還有再看一下哦 美濃舊橋 非常危險 美濃舊橋 為什麼非常危險 局長 你看一下 我們一般來說 都還加一個欄杆在上面 但是呢 美濃舊橋呢 你看哦 非常矮 非常矮 如果說一步小橋就掉了橋下去了呢 因為 我們在鋪這個路面的時候啊 他的橋面啊 有增高了 這個非常非常危險哦 你們可以去看 小孩都容易掉下去 而且如果去腳踏車 不願意一閃神 就掉下去了 一掉下去 非死即傷 非死即傷 像這個東西啊 陳局市長 趕快 早一天就避免 就減少一天的危險 就減少一天的危險 美濃舊橋 因為已經把它列為骨骑嘛 你知道嗎 它這不能拆 所以呢 這個非常非常矮 非常矮哦 請趙局長你看 因為現在還有摩托車 腳踏車 還有小朋友 都在這個橋上走啊 還有 趙局長 這個呢也更危險 為什麼在陳局市長內 趙局長你是很努力啊 剛剛我是很感謝 對不對 內門的 洋門口道路你是非常的積極 你看趙局長 你看這條路哦 東河橋 東河橋是我們養工處做的 這條 你看 這彎呢 S型哦 這樣過來哦 對不對 這個東河橋在旁邊哦 你看 這個是從那邊過來啦 S型哦 這個是橋面 橋面 從橋面看 這個是另外一側 剛剛我照另外一側哦 趙局長你看清楚哦 在哪裡 你看哦 這個橋下來 這個路是到哪裡 在這裡耶 在這裡耶 你知道嗎 有這樣走 這樣來了嗎 趙局長 這個 這個真的不會發生車禍嗎 怎麼奇怪會有這樣的道路 你知道嗎 趙局長 在這裡呢 你看清楚一點 在這裡 對面的道路在這裡 怎麼會要繞到這樣子 這樣過來呢 你知道嗎 趙局長 趙局長 在你的 在你的這個 這個這個 公務局的局長任內 你會容許這樣的道路存在嗎 趙局長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危險啊 我想喔 還有 這條橋 美農人都在看 怎麼這條橋 本來到對面 兩分鐘 這 我也在這邊講過了 我也在這邊講過 當然 公務局說這個是屬於美農區公所 但是不管 不管喔 這件事情 是美農區公所也好 公務局也好 這條路到對面兩分鐘 但是已經超過一年半了 橋斷了 農民要繞到這對面來啊 要四公里 要四公里 啊 怎麼擺在擺爛在那邊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啊 不管是像公務局聽到這個事情 他可能 去公所要報到我們公務局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這個事情 就是我認為跟公務局也會有關係 也會有關係 這條路 不能再擺爛了 超過一年半了 坦白說農民是真的非常有耐性 也沒有提出康哥也沒有怎麼樣子 讓他繞了四公里之遠 兩分鐘就可以走 三十公尺就過了 就可以了 要叫他走四公里 像這些東西 我是覺得說 都希望啊 你看 橋就在這裡 我也曾經找第八軍團 要駕便橋 但是呢 便橋後來也是因為種種因素 也沒有駕啊 也沒有駕啊 這些東西都是百費待舉 很多很多的 這個 這些一些危險的 而且造成不變的 不變的道路 包括我所講的龜山頭 龜山那邊的道路呢 本來那個是農 好像是農路還是齊山區公所管的路 現在那條路被農民占用 農民占用以後呢一直要 那農民也願意還地 把道路把他 把他把他 把他铲掉 然後拿在那邊種到 那農民占願意還 但是呢反而政府現在不願意 把道路弄回去 區公所做這次新公署的事情 他說他不是他 那區公所的不是 好開闢道路 做道路不是他的專業 應該有 有區公 應該有養新公署這樣子 這個東西呢 市長也在這邊指示了 但是呢 像龜山那條路 也是一樣到現在都沒做啊 這個東西我們大家呢 都很多人歌功頌養 我們市府做得很好啊 剛剛執政黨的議員也在這邊講啊 但是我剛剛提出來的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有多少的事情 百姓做得怎麼樣 百姓心裡有數啊 百姓心裡有數 像趙局長剛剛所 剛剛我所提到的 陽門口道路大家就有趕 絕對是有趕 但是你在這邊呢 又是變成一個複數 又是變成一個複數 所以啊 像這些東西啊 我是希望說 要趕快 趕快的把這些工程呢 趕快把它做好 不然趙局長 我剛剛講了幾個 可能就會有人命喔 會發生喔 請趙局長能不能答應一下 趙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劉議員喔 劉議員今天一共提出四個案子 那第一個案子是 美濃西門橋結灣取值這個部分 那這個結灣取值這個部分 是位在都市計畫區內 跟都市計畫區外 那我們新公處跟交通局 也分別召開了兩次的會刊 那會刊有一個結論 也就是請交通局 他會優先來評估 在評估的當中 他也會先加強來做一個交通改善的設施 那這個部分有兩個結論 那另外議員在關心的第二個案子的部分 就是我們美濃東河橋結灣取值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目前我們看到的資料 就是土地同意書區公所還沒有拿到 土地同意書呢 只剩下一個姓謝的 全部其他都有了 只要姓謝的 那個只要那姓謝的 那個所有人呢 我們閃開 我認為都可以 剛剛我講的那個 那麼彎的那個 就沒有他的土地 趕快跟區公所做一個聯絡 我想要讓我們所有的美濃市民的方便性 就成如劉燕所講的 就是只有剩下一位謝信的土地所有前人 如果在我們對道路的平順原則 或者是說我們整個橋樑所 可以做位置可以做一個稍微的微調 那我會請我們的新公處跟美濃區公所 在現場把它做一個量測之後 是不是這個橋樑稍微做一個位置的稍微微調 不影響整體交通的安全 也不影響整體交通的順暢 我會請我們新公處馬上來做一個處理 做一個現場的勘測 這不是平常的勘測 就是要做一個量測 做一個測量 總是謝信土地所有前人 我們他不同意我們不能用到他的土地 這個部分就由這樣子來做一個處理 另外劉燕也在關心就是我們美濃舊橋的部分 那美濃舊橋在我們文化局的部分 就把它定位為是一個歷史的建築 那文化局在這邊對於相關的設施 也有做一些的補牆 對於南竿等等都有做一個補牆 它是一個歷史古蹟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跟文化局來做一個研究 好 另外 另外就是剛剛所講的 廣林里廣河橋這個部分 就是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在我們美激太陽所造成 到現在還沒有處理 坦白講是已經過久了 坦白講 那我們也會請美濃區公所 趕快來報債準金 那我們也會請信工處來協助美濃區公所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趙局長 我希望這些工程能夠趕快來做 剛剛講西門大橋那一部分 我是覺得只是交通局 只是把交通號制來這樣做 還是不夠的 那個交通還是非常危險的 那個卡車還是在走啊 對不對 連卡車走了以後呢 連再騎摩托車就是危險了 好 我是覺得像這個東西還是不夠的 還是不夠的 趙局長麻煩你 接下來 那個 那個 地震局 黃局長我請教你 目前 我們375減竹的土地有多少 我們有1020筆 我們375減竹土地為什麼不放零呢 黃局長請打呼 謝謝主席 謝謝劉遠的關心 那個現在沒有放零的一個政策 那就給那些現在租用人電農讓他去賣給他們嘛 要受嘛 跟劉遠報告那些375減竹土地大部分都是私人的土地 都是私人的土地 我們公家有呢 公家也有 公家也有 但是 公家為什麼不敗給他們呢 因為 第一個 他政府沒有 放零政策已經不再實施了 第二個 依照我們的自治條例裡面 這個農地他是不出售的 那這樣就一直這樣下去 這個問題一直留下去 他們在日記時代就一直在用在那邊呢 你知道嗎 這個土地那要怎麼解決 請再給兩分鐘 謝謝 黃局長 是 總要想辦法解決啊 所以375租業的部分 一些租電爭議的部分 我們現在都有去公所跟這邊全力在調解 想辦法整理一下 像中央建議看立法院對不對 建議啊 我們看看弄個法案對不對 對不對 該給 可以標售給他們就標售給他們嘛 對不對 那個幾四五十年 有些六七十年了 對不對 連中華民國還沒有誕生之前 他們就已經在使用了土地啊 還有黃局長 我們一直在標售都市裡面的土地籌財源 但是活化的話 讓我們四有地在鄉下的也能夠活化 我們有沒有去思考 鄉下的就是原來比較偏鄉的一些土地的部分 如果不是屬於我從化區的部分 這個是全責上是由財政局在負責管理 就是可以標售的這些非公用的土地 這個是由財政局在管理 不是我地震局 我是負責從化區裡面 那現在我們吉安從化區的全部標售完了嗎 吉安農地從化區的部分 現在還有十七筆左右 還有十 對對 還有一點多公頃 一點七公頃左右還沒有標售 已經大部分都標售 那從化區的道路都做完了嗎 這些標售完了這些抵會地的出售的款項 我們大部分都用在這個從化區裡面的一個建設 包括這個道路的一個鋪設 所以在106年7月的時候 我們有花包的一個工程 那道路鋪完沒有 目前的部分好像 有沒有 全部鋪完 現在正在進行當中的部分 就是 是需要的部分 我們是在做到今年的年底 這個千萬要趕快 到今年的年底 才會把這個 該鋪的部分把它鋪完 很好 對啊 對 嗯 謝謝 請你們去大杯頭 往裡面的大杯頭去看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斷橋 斷橋過去的對面 這個對面 這邊就是大杯頭 你知道嗎 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全部分是什麼 大杯 是 我 我可以打嗎 再跟留言報告 就是說那個 我們當然會請同仁 土開出的這個同仁再去現地了解一下 但是這個程序上是由區公所裡面 去調查這一個地區裡面的一個意願 土地社群的意願 然後過半數以後 他才報到市政府這邊來 我們再報中央去核定那個農地重劃 是 我們會跟他聯繫 好 謝謝劉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休息10分鐘